我爹悬赏重金满凶杀人 事成之后他跑路了 匪首谢清佩 把弱不禁风的我抓上了山 不给银两 活寡了你 半年后 他爹还没找到 钱我不要了行不行 这女人 怎么砸老子手里了 手下支支吾吾 却见谢清佩手起刀落 转眼抬头朝我喊道 滚过来吃甜瓜 刻成你喜欢的小兔子形状了 刚被抓上山的时候 谢清佩天天吓唬我 吊起来 先打一顿 一听这话 我立马开哭 眼泪珠子不要钱地往下掉 呜呜 我恐高 见我哭得快背过气去 谢清佩眉头一皱 对着手下摆摆手 一副不耐烦的模样 行了行了 鬼哭狼嚎的 真没出息 我被放下来了 谢清佩从太师以上起身 几步并坐一步 朝我逼近 见我哭得梨花带雨 她竟笑了 骨节分明的手就是 俯上我的脸蛋 却在只差一线距离时停住 博家六小姐果然名不虚传 谢清佩声音颇为阴阳怪气 细皮嫩肉的 随便一折腾 半条命就要没了 我还一抽一抽的 根本没将她的话听进心里 谢清佩的手仍旧停在我脸旁 其实我挺想让她摸上来的 因为眼泪挂在脸上 被风一吹 真的很痒 我实在受不了了 就伸着脖子 将满是泪痕的脸 蹭上了谢清佩的手 她瞬间惊了 你勾引我 我好痒啊 这话没问题 但听进谢清佩耳朵里 竟变了味道 你果真在勾引我 谢清佩低头望着自己指尖上残留的 我的眼泪 愣了半嗓 朝手下命令道 把她关进地牢里 什么时候她爹带银两来熟人 什么时候放她走 说完这话 谢清佩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被关进了地牢 这里又冷又潮 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 关键是还有老鼠 从小到大 我就没见过几回这等活物 阴暗的环境之中 耳边老鼠滋滋叫声不停 时远时近 大哥 大哥 我拍着牢门 求刀疤脸大哥过来 这有老鼠 有老鼠怎么了 我怕 说完这两个字 我又哭了 没办法 我天生长了双泪眼 大时要哭 小时也要哭 不是我想 是我真的忍不住 憋回去 憋不回去 刀疤脸大哥 被我哭得烦了 终于决定 帮我捉老鼠 于是当谢清佩来地牢看我时 见到的场景 便是四五个地牢看守 公邀驼背 一副捕猎姿势 在帮我抓老鼠 我蜷缩在地牢一角 为哥几个喊加油助威 谢清佩被气笑了 博玉清 你真把这当家了 胡说 我家可比这里舒服多了 别抓了 谢清佩回头对刀疤脸大哥 吼了一嗓子 真当自己是博家的看门狗了 我受不了谢清佩 这么说刀疤脸大哥 于是若吁吁地小声反驳他 你别骂他 他是好人 或 真有你的 谢清佩是被我气着了 原地转了两圈 最后背着手 对属下咬牙说了句 把他给老子放出来 我心中一惊 以为自己要遭受谢清佩的严刑拷打 可没想到 他却把我从地牢带到了厢房 厢房内烧着火炉 暖意融融 你就老老实实待在这 明天给你爹写信 只要他将银两送到我手上 我立马放人 说完这话 他又转身走了 此时将近 山里风大 窗被吹得滋滋呀呀 我根本睡不着 也不敢睡 夜里我总爱胡思乱想 觉得身旁盘踞着山海经里头白角红的妖怪 正折服着等我放松警惕 然后一口将我胡伦吞进肚里 辗转难眠 我终于忍耐不住 抱着枕头起身出门 找谢清佩去了 除了找他 我不知道还能找谁 被他掐死 也比待在房里被吓死好 怕我夜里逃跑 谢清佩特意将我住的房间 安排在他的厢房旁边 于是我俯一开门 朝右走两步 便到了他的门口 谢清佩的房间里有烛光渗出 他应该还没有睡 酝酿半晌 我轻轻降门推开条缝隙 我实在没有想到 谢清佩竟然在换衣服 他背对门口 悬色长衫 已经吞到腰间 露出整片净瘦 却结实的后背 半夜进男人的房间 你就这么喜欢投怀送抱 谢清佩非快将衣衫离好 你爹没教过你男女有别吗 我心想都这时候了 还分什么男女 索性将他的话当成摆设 踮起裙摆 迈过了门槛 我害怕 不敢一个人睡觉 谢清佩眉头一皱 站在床边盯我半天 道 你想如何 我歪头思索片刻 想着若要他留我在这睡觉 也是不妥 毕竟孤男寡女 的确有失礼数 可我自个儿又是当真不敢睡觉的 于是 我想了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你能不能给我派个侍女 我不敢一个人睡觉 你说什么 一日之内 谢清佩两次被我气到失语 半晌后 谢清佩对我吼 滚回你的房里去 我被他吓得不轻 当即一个哆嗦 眼泪疙瘩又要掉下来 你又哭 你又哭 谢清佩掐腰指着我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把你怎么着 嗯 我摇头 连忙抬手将眼泪抹净 紧接着 我俩陷入了一阵沉默 谢清佩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 相顾无言 实在尴尬 今晚 我能和你睡吗 薄玉清 你到底在口出什么狂言呢 谢清佩眼睛都要冒出火来 你是当真想让我睡了你 为那一万两银子 你就这么乐意做见自己 他在说什么 我知晓 他又是会错了意 不是不是 我是说 你睡床上 我睡 我睡地上 我眼泪汪汪地看着这位杀手大人 你看 行吗 谢谢你 我裹紧被子 对躺在地上的谢清佩 轻轻地道了声谢 你爹到底是怎么养的 把你养成这副 谢清佩大约是有些雌穷 过了半晌 才将这话接上 这副娇生惯养 目中无人 不知礼数 我猜 谢清佩是将他肚子里 所有的墨水都倒了出来 其实他说的也没错 曾几何时 伯家势力之大 连皇上最宠爱的瑞亲王 见了都要卖些薄面 我作为伯家六小姐 即便是树出 也该是含着金香玉出生 及万千宠爱于一身 可事实到底如何呢 娘亲生我时难产去世 我一直被养在 伯家别院小乡房中 平日里几乎见不着父亲 也嫌少出门 偶尔见着包兄包姐 还要当回受气包 被他们阴阳怪气一番 好在我脾气好 素来不爱生气 更不愿勾心斗角 从未参与宅斗之事 所以能够安然无恙地长大 伯家不缺钱 吃的用的都给我最好 被绑来这自在山上 是我人生头一遭过苦日子 谢清佩求财 我自知他与我爹这笔烂账 是不可能被填平的 索性就认着性子来 谢清佩要是真看不惯我 一刀将我结果了便是 反正他的钱是要不回来了 因为我爹破产了呀 这一切都要从谢清佩杀的 那位梁州巡抚胡维远开始 我爹从江南迁至京城 一直以来背靠太子殿下 是势力最强劲的红顶商人 二月前 他经太子授意 花重金买奸臣胡维远的命 谢清佩作为赏金猎人 接下这笔生意 未出三日 胡维远便惨死家中 谢清佩作势利落 几乎未留痕迹 可人刚死 太子殿下竟因勾结文臣 秋独行私吞粮草 被皇上罢处 四皇子诸看之上位 被立为新楚 而这该死的胡维远 竟是四皇子的人 秋后算账 为时不晚 从此 我爹便走了被字 遭到另一位红顶商人 钱骏的连番挤兑 此人经四皇子牵线 结识波斯使臣卡斯帕 两人联手霸占出口西域珠宝线路 总共三条 一条也没给我爹剩下 我爹几乎一夜之间破产 之前仰仗博家的四家银铺 上门讨债 我爹走投无路 收拾东西举家离京 这一走 竟把我给落下了 别怨偏僻 我爹估计已经快忘了 还有这么一个女儿 我醒来时 博家早已人去楼空 谢清沛还是来晚了 只能绑下我这位 没有价值的六小姐 博家根本没有人在乎 我的 哎 这哑巴亏 谢清沛是吃定了 一日 谢清沛逼着我给爹爹写信 信我写了 可往哪儿寄呢 我根本不知道 博家搬去了哪儿呀 谢清沛铁青着脸 似乎是无法接受 自己大费周折将我绑来 其实根本没什么用 我是博家的弃子 是他们最先舍掉的人 对不起 我真的没有钱还你 谢清沛眼睛死死盯着我 像是自言自语道 老子最恨打碎了牙 往肚子里咽 我看着他 你想 干什么 把他给我扔到后山 谢清沛只动动指头 语气好像处置一只黎奴一般 埋了 谢清沛要将我埋了 虽然已经做好慷慨赴死的准备 但真到了这个时候 我还是有点无法接受 刀疤脸大哥一把将我从地上拽了起来 轻轻叹了口气 道 走吧 瞬间 我就被黑色棉布遮住了眼睛 一路颠簸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眼泪都快要流尽 嗓子都哭得沙哑 终于 刀疤脸大哥将我放下了 面前的确有个大坑 我吓得腿都软成面条 没等他们推我 竟自己跳下去了 等待中的掩埋 并没有来到 半晌 我眼睛微微掀起一道细缝 竟发现他们走了 不仅走了 还给我留下一把匕首 这是将我放了 不是要活埋吗 真没想到 刀疤脸大哥这么够朋友 短短两日 与我已经到了如此交情 竟然敢违抗他们老大 将我给放了 当时我太过天真 没承想过这一切 其实就是谢钦佩的授意 当着所有属下的面说 将我活埋 也只不过是给其他人 一个交代罢了 刀疤脸大哥将我放到半山腰 面前是一条 蜿蜒陡峭的扬长小路 我试探地朝前走 发现前方竟有路标 谢钦佩应该知道 我能够顺着那路标走下山去 才将我放到这里的 很快便到傍晚 竟下起犀利小雨 山路逐渐变得泥泞 走到天不见亮时 我迷路了 面前已经无路可走 只有幽深的林木树丛 风将一片枝叶吹得花花作响 宛若活物朝我不停咆哮 我被吓得脚一软 竟滚下了山坡 醒来时 我身上已经满是泥污 还丢了一只鞋子 简直狼狈不堪 风声肆虐 我从那乌夜的静风之间 竟然听到了一阵野兽的嘶吼声 太可怕了 我背靠参天古墓 感觉自己正逐渐被那黑暗吞没 野兽的嘶吼之声离我越来越近 我连滚带爬地朝前跑去 身后竟响起一阵追逐之声 啊 我惊声尖叫 却在煞时 见一根弓箭从远朝我飞来 几乎贴着我的耳阔擦过 敖屋 身后传来野兽悲鸣 那箭刺中了他 我愣在原地 半晌都缓不过神 直到远处那人 离我越来越近 是谢清佩 是骑着白马的谢清佩 熬到此时 我终于能够放心地晕过去了 随即两眼一翻 失去了意识 醒来时 我又回到了 自在山顶的寨子里 床边是个陌生女人 见我醒来时 忙于我介绍自己 玉清小姐 我是谢公子 请来照顾你的侍女 你叫我春桃便好 谢清佩竟然真的 给我请了个侍女 一直等到傍晚 我都没有见着 救了我命的英雄 直到月色西尘 春桃将屋子点上烛火 谢清佩来了 手里还捧着个包袱 见她进来 我连忙起身 被子从身上滑落 我才发现 自己身上 竟只穿着单薄的纱衣 节字系得松松散散 胸口竟露出大片春光 你成什么样子 谢清佩将那包袱 直接丢在我的身上 然后立马转过了身 我打开包袱 发现里面竟是两件衣裳 和我身上穿的款式差不多 应该出自满玉方秀娘的手 我一瞬间有些失语 谢清佩竟对我这般的好 我换好衣裳 见谢清佩正坐在椅上活动胳膊 动作竟不太灵光 你受伤了 谢清佩邪逆我一眼道 也不知道是谁 一见我就晕 最后要我一路抱回寨子里 你不是有马吗 你晕得人是不行 却根本不比粮草货物好驼 我不管你 你早被追风给甩进山沟里 摔断腿脚了 我将谢清佩的话听进去 觉得他说得不无道理 最后朝他做了个一 大家闺秀似的 道了声谢 谢清佩不懂回礼 最后挠挠紧后 拧着眉毛说了句 没用的规矩后 走了 我在谢清佩的自在山中住下了 那日之后 我从刀疤脸大哥口中得知 谢清佩因何其上追风找我 原来我爹破产之后 四皇子竟在江湖中 发布一道通缉令 一万两旬 我爹薄吟的下落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我是博家的六小姐 如果下了自在山 只在京城走上一遭 定会被有心人注意 立马将我掳了去 作为筹码 要挟我爹现身 不是所有人都像谢清佩一样 心存善念 会对我手下留情 因为我这位不靠谱的爹爹 我现在已经成了全京城赏金猎人都盯着的一块肥肉 除了谢清佩 柏玉清 你不能在我这里白吃白喝 谢清佩看着我有些不雅的吃相 拧着眉毛说出了这句话 你什么意思 干活 跟着他们去干活 我给你算工钱 什么时候还完 什么时候放了你 其实你不放了我也行 反正我也没地方去嘛 柏玉清你可真是 死猪不怕开水烫啊 我听出谢清佩口中的挤兑之意 但全然没放在心上 之后 谢清佩竟真的开始给我安排活干 他让我帮刀疤脸大哥为追风 我一不小心摔个脚朝天 差点交代在马场 他让我教小娃娃识字 我没忍住 偷吃了桌上给孩子准备的桂花糕 现在娃娃见了我就哭 说我是小偷 他让我帮属下洗衣服 我洗了 而且洗得干干净净 可他又不乐意 最后将我洗的衣服 全部扔进了蓄水的池塘里 最后还是刀疤脸大哥 给衣裳捞了上来 我做什么他都不满意 我也有些无奈 索性就这样混在字在山中 能过一天是一天算了 一条胳膊 两千两 手脚一千两 五间吃饭 谢清佩端着下巴上下打量我 嘴里又开始算起账来 我早已经见怪不怪 安心将碗里的莲子羹 喝得干干净净 我是养了头猪吗 谢清佩皱眉叹气道 见我不理 谢清佩又开始讲些奇奇怪怪的话来挖苦我 薄玉清 我要是将你胡伦卖了 能值几个钱 你要将我卖哪去 菜市口 杀猪的五屠夫手里 不对 你不应该将我卖到青楼妓院吗 我有些不以为然地说道 谢清佩又像是被我触到眉头 竟用手拍了拍桌子 摆出一副老父亲威严 薄玉清 你姑娘家家 要自重 我不自重吗 好吧 我的确不太自重 晚间下雨 春桃却因是下了山 又剩下我一个人 已过此时 我辗转难眠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 第二次推开了谢清佩的房门 这回不比上次 谢清佩的房间灯都熄灭 她睡着了 谢清佩 我抱着枕头 站在床边叫她 她竟睡得很沉 打从认识谢清佩以来 她便总待警惕活着 晚上睡觉也是如此 我舍不得将这样沉睡的她吵醒 愁愁半晌 摸着她床颜 便爬上了床 她床很大 我侧着躺 完全绰绰有余 可我刚沾枕头 谢清佩却醒了过来 常年的警惕 令她直接锁住我的喉咙 谁 我被她压着嗓子 根本发不出来任何声音 只能扑腾着腿挣扎 谢清佩锁住我的喉咙 条件反射的就要向下搜刮我的兵器 她顺锁骨向下 摸到我胸前一片绵软时 终于反应过来 薄 薄玉清 我终于被谢清佩放开 捂着胸口开始剧烈地咳嗽 她大约也是有些愧疚 还一下下地顺着我的后背 你怎么总半夜偷闯人家的房 可嗨嗨 我哪有 我只半夜闯过你的房 谢清佩无奈叹气 将身上的被子全裹在我的身上 又害怕了 我摇摇头拒绝同她讲话 怎么了大小街 谢清佩凑近我 我透过西伯的月光 见着她那张亮晶晶的眼睛 竟发了磨刺地 伸手还上了她的脖子 被我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 谢清佩想躲 却又不舍得真的对我使劲 别闹了 我有些委屈 便要同她算账 将她刚刚摸了我的事情讲出来 纯是为了挖苦她罢了 你刚刚摸我 谢清佩被我这一声控诉 惊得身子一僵 那你摸回来 她这话一出 我便不客气了 从那回见谢清佩换衣上开始 我偶尔晚上竟会梦见她 那梦不好同人讲的 总之是有些见不得人 试探地伸手辅上谢清佩的胸膛 我指尖朝下 轻轻地戳了戳她的腰腹 又换做手掌细细地朝下摸去 越摸越觉得稀罕 谢清佩在我不断地触碰之下 呼吸竟越来越粗重 终于 她一把将我两只胳膊举到头顶 随即整个身子将我实实在在地压住了 清清 你这样 我怎么忍得住不欺负你 她叫我清清 你欺负我吧 欺负我一次 一千两 我这时还有些理智 还想着同谢清佩讨价还价 毕竟我爹欠她不少的银两 能换一些是一些吧 谢清佩停了片刻 竟又被我给气笑了 你就是个小孩 谢清佩撂下这句话 将被子拖到地上 再不理我了 那日之后 我好想让她再叫我一声清清 那晚她的声音怎么会那么好听呢 我的每一个梦里 几乎都染上那一声清清 可谢清佩静再也不叫了 我被她弄得心里乱糟糟 一时又不晓得该要同谁生气 最后只好躲在房间里 握着称子绣手绢 春桃叫我 我却总不得要领 一对鸳鸯被我绣成两只水鸭子 丑死了 小姐 你这手绢是要送给谢公子的吗 我满是被猜中心事的窘迫 只好将头蒙进被子里 捂出一身的汗 可心脏还是没跳得慢些 春天来了 谢清佩接了一单生意 半月都未回来 刀疤脸大哥带回山上好看的风筝 最好看的那只留给了我 我牵着风筝线 带春桃去自在山马场旁的空旷草地上 放风筝 那风筝飞得很高 我希望他将我的眼睛戴上 飞得高高的 看看谢清佩现在在哪 连放三天的风筝 下了一场春雨 我闹了场病 病刚好 谢清佩回来了 可他不是自己回来的 竟然还带着一个女人 寨子里的人都认识他 他叫百里薛灵 是自在山下要掀百里渊的女儿 他和谢清佩认识十五年有余 几乎算是一起长大 见着我时 百里薛灵没有笑 可当谢清佩过来时 他又笑了 他笑着叫我的名字 说我名字好听 几乎一个月没有见着谢清佩 我发现他瘦了许多 大小姐 你怎么瘦了 谢清佩对我笑了笑 竟说我也瘦了 我刚想要和他单独讲些话 百里薛灵竟然凑了过来 一把将谢清佩揽住 还软着嗓子 叫了他一声清佩哥哥 我看谢清佩一眼 发现他竟然神色如常 未有丝毫不适 该是被叫习惯了 清佩哥哥 我故意挑着嗓子 学百里那样叫他 谢清佩还未反应过来 我就转身走了 趁着没人 我问刀疤脸大哥 百里薛灵是来干什么的 刀疤脸大哥 却支支吾吾 不肯多讲一句 他不会和谢清佩 有故事吧 我这话问得实在隐晦 可刀疤脸大哥 像是听懂了似的 盲不迭地点头 我半嗓都没有反应过来 反应过来的时候 心脏忽然就很痛 那晚春桃又不在 我抱着枕头 要进谢清佩房门之前 竟然发现 他房间里灯是亮着的 窗上映下 隐隐绰绰人影 分明是两个人 百里薛灵竟然在里面 我抱着枕头 在外面等了将近一个时辰 百里薛灵还是没有出来 就是那一晚我发现 我好像爱上了谢清佩 原来爱上一个人是疼的 一日 谢清佩陪百里薛灵去了马场 一整日都未见人影 我从白日等到傍晚 直到天色昏暗 百里薛灵才 以着谢清佩回来 我见着谢清佩 眼泪又要忍不住往外流 你怎么了 谢清佩抬手要为我擦眼泪 却被我直接躲了过去 闹什么脾气 小厨房不给你做花生烙 还是刀疤脸不给你骑大马 谢清佩真将我当成女儿养了 我想下山 买新衣服穿 我下山 回家 谢清佩像是没反应过来 皱着没问我 你哪来的家 刚讲完这话之后 她便后悔 又咳嗽两声道 你闹什么别扭 我想回家 这里就是你的家 谢清佩一把拽住我的手腕 你还想去哪 我那时也不晓得 是哪里来的勇气 竟一把甩开她的手 对她喊了声 你不要我了 我要离开这 薄玉清 你给老子说清楚 老子怎么又不要你了 你把女人带回家了 谢清佩有些无奈 无奈后却又有些生气 她低头问我 大小街 你是不是管我太宽 我喜欢你啊 谢清佩 或 我终于将这句话说出来了 可被袒露心意的那位 却像是根本没有做好准备一样 你你你 你喜欢我做甚 谢清佩竟然紧张到结巴起来 你才多大 我看着谢清佩 聚我如洪水猛兽的样子 忽然不想再同他讲话了 于是我转身就走 你等一下 你给老子停下 谢清佩一着急 又开始对我吼起来 我不回头 只停在原地 谢清佩却慢慢向我靠近 将我胡伦地抱住了 大小街 你怎么会 喜欢我呢 我不喜欢了 不行 你才刚刚说过 如何反悔 你和别的女人 那般 我受不了 那般 谢清佩 语气竟变得越发轻飘起来 和你那晚那般 我不讲话 谢清佩 硬将我给转过了身子 随即扯下腰带 我刚要闭眼 却在余光之间 见到他腰间可不得疤痕 大小街 百里是来为我疗伤的 我终于知晓 为何谢清佩会与百里 在晚上共处一室 谢清佩腰伤严重 经常夜里 疼得睡不着觉 百里得其父真传 懂得酒酌之法 在百里夜里发作时 为其疗伤止痛 而谢清佩为了怕我担心 禁止所有人对我讲出实情 就在今日 谢清佩伤势已好八九 为了感谢百里薛灵 他才带他去了马场 话说回来 百里的却对他有些情意 但我拒绝了 谢清佩仰头回忆起往事 七八年前的事情了 没过几日 百里便离开了 他离开时 望向谢清佩的眼神 依旧饱含深情 那眼神藏不住 也装不出来 我信安他对谢清佩 仍旧没有死心 送走百里后 谢清佩将我牢牢锁在怀里 像是害怕我生气似的 讨好的蹭了蹭我的脸 我被他这动作给逗笑 随即从怀里掏出只手帕 递给了他 没错 就是我绣的那对鸳鸯手帕 你以后是本小姐的人 就要儒雅些 儒雅什么儒雅 老子现在这样不好吗 谢清佩嘴上不饶人 还是将手帕 小心地收进了怀里 那一刻 我望着谢清佩的眼睛 以为自己会与他在这自在山上 永不分开 可没过三日 我爹竟找来了 谢清佩没有告诉我 四皇子在江南谷水一带 将我爹抓住了 可其实 四皇子想要的人 根本不是我爹 而是我 太可笑了 原来四皇子一直在意的 竟然是我这个爹不疼娘 不在的弃子 想来 我与他的确在一年前 有些交集 京城文人末刻 每逢九月 便在最原楼举办师父会 王公贵胄都爱凑个热闹 不仅热爱风雅 更是能够通过这师父会 结交朋友 朝堂之上 也能够有些关系 四皇子每年都会参加 而我唯独去年 被家中三哥愚弄 阴差阳错 报名了那场诗会 又阴差阳错 我接上四皇子投来的对子 与他做了几个月的诗友 书信往来有过几封 后来被我爹发现 他当时正背靠太子殿下 生怕我招惹四皇子 会要太子殿下忌讳 于是将我狠狠教训一顿 让我与四皇子断了联系 没曾想 就因为这短短几月 四皇子竟然爱上了我 找到我爹后 四皇子便向他要人 只要将我交出来 他便放过我爹 可我爹把我给扔了呀 他根本不知道我去了呢 甚至不知道我如今是死是活 四皇子便寻无果 便发出了机灵 只要找到我 黄金万两 这小半年来 我待在自在山上 从未外出过 谢清佩知晓我登上机灵之事 便更小心谨慎 将我消息透露给四皇子的 是百里薛灵 他既恨我抢走了他的 清佩哥哥 即使知晓没有我 谢清佩也不会喜欢他 他还是毅然决然地 做了恶人 将我的行踪 告知了四皇子派来的暗卫 于是 四皇子找来了我爹 他让我爹用黄金万两 为我赎身 我爹来了 谢清佩不得不开门迎接 因为他始终觉得 我爹是他未来的岳掌 虽然这爹我其实不要也罢 妇女相见 场面本该感人至深 可我和爹爹见面时 除了沉默 别无其他 当时是他将我扔了 最后被谢清佩捡走 给了我新的生活 这回他竟又过来找我 其实心里想的 还不是将我给卖了 卖给四皇子 换他新的靠山 换他失去的红顶商人名号 换他的荣华富贵 女儿啊 你走吧 我不可能和你回去的 我心意已决 可没成想 四皇子早将我软肋抓住 爷说 你不跟他 他明日就派人 搅了字在山上这帮匪人 匪首谢清佩 身背数条人命 死不足惜 我忙到 谢清佩这些年来 做赏金猎人 从未杀过一位好人 他杀得尽是贪官污吏 奸臣妒忆 我爹不以为然 你去童也讲啊 一句话 断了我的念想 我没有告诉谢清佩 爹爹此次过来 其实是四皇子受益 将欠下的白银 万两十倍奉还后 我爹说 要将我带走 谢清佩此刻 还被蒙在鼓里 对我爹悠悠开口道 能不能将人带走 我说的不算 你说的也不算 我这时满脑子通通 都是我爹说的那话 匪首谢清佩 身背数条人命 死不足惜 我和我爹回去 什么 谢清佩皱眉 看我半晌后 转头对我爹说 这样 那钱 我不要了 你通通拿走 谢清佩 你要不要钱 我都要回去 薄玉清 你犯什么病 他早把你扔下了 之后 他会对你好吗 你以为你还能回去 当你的伯府六小姐 你知不知道 四皇子给你下了机令 他找你三个月了 我拧紧拳头 仰头对他说 我知道啊 他找我三个月 你不晓得是为何 为何 为了娶我呀 谢清佩死死盯着我 忽然从太师以上站起来 他步步朝我逼近 可我看得出来 他眼里有忐忑 薄玉清 我是不是又哪里惹你生气了 不让刀疤脸陪你做风筝 是我不对 还有春桃 我放他回去 只是因为我想要陪着你 你绣的那鸳鸯 其实挺好看的 它根本不像水鸭子 我逗你玩呢 听见他说这些 我又想笑 又想哭 我在自在山这半年 每日活得都很快乐 这是我十七年最快乐的光景 不需要看人脸色 有话直说 更不需要藏着掖着 可这好时光 偏偏这么短暂 他像一场梦 总会醒过来 谢清佩总说 我太娇气 盯点的事都要吓得直哭 可他不知道 为了他 死我都是敢的 谢清佩 你放了我吧 本以为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会哭 但我竟没掉眼泪 我娇生惯养的 在你这山里头 怎能过得舒坦 谢清佩不说话 只是死死盯着我 四皇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我和他在一起才是般配 咱们俩 强求不来 谢清佩大概是被我这句伤到 一时竟失控 将桌上的茶盏 统统扫到了地上 你看看 你脾气这般差 以后肯定是要欺负我的 说这话的时候 我没忍住 还是流了眼泪 谢清佩是真看不得我哭 我一流泪 他马上就心软 行了行了 你走吧 他会挥手 像是决定作罢 别哭了 我转身跟在我爹身后 准备离开 行李 不拿吗 不拿了 都是些 不稀罕的玩意 直到走出寨门 我都没有再看谢清佩一眼 四皇子派十二位暗卫 护送我与爹爹出山 或许是我的幻觉 总感觉身后 有哒哒的马蹄声 像是追风 本王对你情深义重 你待本王就这般脸色 四皇子在我面前 将桌上所有杯盏 全部摔到了地上 我吓得浑身发抖 却仍旧不肯同他讲一句话 反正明日 你就是本王的妻 你不肯看本王一眼 没关系 本王有的是时间同女号 四皇子走了 房间里又只剩我一人 不知道为什么 回京城后 我好像不害怕一个人睡了 反而有人时 我才更加害怕 四皇子性格孤僻乖张 难以捉摸 对我的执念之深 令人困惑 明日便是我与他的大婚之日 桌上的喜服端端正正 我连碰都没有碰过 此刻我身上穿的 还是那日从自在山走时 那件衣裙 是谢清佩特意到满玉方 找秀娘给我裁的 我很后悔 当时那样嘴硬 谢清佩给我买的那些漂亮衣裳 我竟一件都没有带走 连个念想都没有了 哎 人生如此 我遇见谢清佩后 只觉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我本不是个较真的人 可唯独对他 我没法委屈自己 摸摸袖子 我掏出条手帕 那手帕里裹着的 是我从自在山 唯一带走的东西 当时被关在地牢里 我被老鼠吓得够呛 后来谢清佩特意找人 配了样毒药 味道是甜的 却有剧毒 本来是为了毒老鼠的 这回 我便自己吃了吧 到了天亮 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我不骗人 为了谢清佩 死我都是赶的 第一回见着谢清佩的样子 到现在我还记着 他敲着腿 坐在太师椅上 讲话有些粗鲁 叫人将我吊起来打 可我刚被吊起来 他又心软了 我知道 他不杀好人的 想到这时 我终于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 窗外又在下雨 雷雨之下 竟有稀疏之声传来 谁 忽然 隔膳之间掉进条手绢 那手绢上的鸳鸯太丑 像两只黑鸭子 轻轻 那竟是谢清佩的声音 我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老大 你真肉麻 讲话的分明是刀疤脸大哥 我终于忍不住奔向前去 将眼前雕疮一把推开 月光之下 我竟见着自在山上那些熟悉的脸 谢清佩就站在他们中间 他轻轻对我道了句 轻轻 我来了 我将眼睛睁开 右臂上 再睁开 反复几次 才终于确认 是谢清佩来找我了 你 怎么来了 我还别扭着 谢清佩却直接将窗户一推 同他的几位兄弟 进了我的厢房 你说我怎么来了 谢清佩故意对我凶巴巴的 我们来参加大小姐的婚礼 老大 你别吓大小姐了 你看他眼泪汪汪的样 一会又被你吓哭 我们还怎么走 走 我忽然捕捉到 刀疤脸大哥话中的信息 你们是来带我走的 谢清佩转身 朝我凑近了些 忽然抬手使劲捏了捏我的脸 看你这些日子瘦成什么样了 真难看 感觉到谢清佩手上熟悉的温度 我又泛起矫情 吸两下鼻子 无声地开始哭起来 出息了 现在哭都没声音了 谢清佩抬手抹掉我的眼泪 别哭了轻轻 我这不是来了吗 我这才知道 原来自我跟着父亲离开 自在山后 谢清佩就一直派人在我住的地方 附近观察 他知道我过得不好 也知道了当初离开 却有苦衷 你爹这房子被四皇子层层包围 宗人府都没这待遇 那你们怎么进来的 四面把手 逐个击破 谢清佩一脸的骄傲样 四皇子放的哨兵都是草包 老子一下就解决了 真厉害 我扯着谢清佩的袖子夸他 可似皇子不好对付 他再不好对付 为了你 老子也能对付得了 谢清佩不再与我多说 只是让我赶紧收拾些准备带走的东西 我对这里毫无留恋 自然也没必要带走什么 谢清佩紧紧握住我的手 让我靠在他的怀里 说要飞了 只见他毫不费力地点了下脚 便从窗户一跃而下 我被他紧紧护在怀里 周围风声呼啸 我听见府中有人大声报信 说我逃走了 脚下有乱剑舍来 谢清佩却蹬着那剑 跳得更高 我始终没有听见四皇子的声音 在睁开眼时 我竟已经到了城外 谢清佩按着自己的肩膀 朝我抱怨 你怎么这么重 老子胳膊都要断了 刚才你不是还说我瘦了 谢清佩又被我说到语色 无声递给我一块糕点 那是我最爱的桂花糕 傍晚时 谢清佩一众人于我 已经抵达渔关一带 离京城越来越远了 我们不回自在山了 谢清佩回头瞧了我一眼 道 小傻子 还怎么回自在山 回去被他们抓吗 我这才忽然意识到 谢清佩为了我 竟是将家都抛下了 抵达渔关时 天已经全暗 我们不敢停下 只能一直赶路 渔关是距离自在山 最近的地方 站在渔关城门口 便能够看见自在山的轮廓 那晚我们出城之时 谢清佩师轻功 躲过城门检查的将士 越过屋顶时 我见着自在山的方向 竟闪烁一片火光 四皇子 将自在山给烧了 哎 你怎么又哭 我指着自在山的方向 对谢清佩说 四皇子把自在山烧了 烧个屁 这是老子自己烧的 我望着他 困惑极了 走之前 我早在山里装下埋伏 若四皇子派人上山 不小心中了我的埋伏 便是引火自焚 看这伙事 他们应该已经上了山 自找苦吃 我感叹 谢清佩竟然变化如此之大 他竟然能 一句话用两句成语 过了渔关之后 谢清佩在乡野村落的农夫家中 接到了追风与春桃 天亮之时 我们已经走了很远的路 谢清佩说 他用赚的钱 在西南属地 又包下一块地 换个地界 老子还是山带王 这一路竟意外顺利 赶路中 谢清佩接到风飞歌传书 他在京城之中的眼线对他讲 四皇子上山中了埋伏 脸破了像 现在还昏迷着呢 其实 当初杀胡维远时 谢清佩早已搜集到 他各种作奸犯科的证据 四皇子抓住胡维远之死 耿耿于怀 只不过是为了报复不惧他的人 他手段很利 想让他下马的人有不少 我将胡维远做的那些恶事写成册子 分别往六皇子 八皇子和十二皇子的府上 投了一份谢清佩挠挠头 这叫做山官虎斗 不仅如此 谢清佩还用这事 卖了八皇子个人情 毕竟人人都知晓 八皇子与四皇子是死对头 正因为八皇子的暗中相助 一路上 我们才能如此畅通无阻 不到半月 就抵达西南 看着眼前崎岖的山路 我忽然有些掩韵 谢清佩 你就非要当山带王吗 怎么 你不乐意当压寨夫人 不是 我摇摇头 低头看了一眼满是泥屋的鞋子 心里有些委屈 谢清佩倒是有眼力劲 一下就看出我是又犯了懒 他忽然蹲下 对我说 上来 嗯 给你骑大马 我坐在谢清佩的肩膀上 始终眺望着远处青绿的山顶 一步一步 我觉得离他越来越近 从天光炸破到暮色似河 我是在追风被上醒来的 刚睁开眼时 我觉得自己做了很长很长的梦 我迷迷糊糊糊 朝谢清佩伸手 要他抱我 他将我从马背上揭了下来 呼噜两下我已经乱糟糟的头发 我这才终于清醒 只见远处层轮起伏 日头正肉眼可见的坠跌 我见到了落日 到家了 到家了清清 我看了一眼身边的谢清佩 又看了看身后的刀疤脸大哥 还有春桃 还有其他的兄弟 嗯 到家了 有他们的地方 就是家 真好 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